说到雾白猫咧,大家会想到是谁呢? 在我娱乐圈里面,最不缺的就是美女帅哥了。 而有着绝顶美女的称号就是范冰冰了,因为她的长相,还有很多女生想整容整成她的模样。 在圈内,很少有像她这样长相的人了。 她最有名的一部剧,就是适应你个丫鬟,子雷身边的小丫鬟,而现在她是一位一线明星了,因为《环珠格格》这部剧,也算是打开了她的演戏道路了,在以后的作品就没有那么出名了。 还有人说她是一个花瓶,只是长得好看,她在其他方面还是得努力的。 现在的她能有如此大的成就,不仅靠的是外表,还得靠一个很好的际遇,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,想一举同龄也是很必然的事情了。 作为这么美丽的女星,黑门都是少不了的,和她交往过的男星也是很多了。 而草典最大的就是和王学银的事情了。 她原本是一位演员,出演过很多有名的作品,饰演的角色也都是一些,很有男子气概,很印象的角色。 最后,她转型成了一名导演,凭借着她专家的导演能力,也导演了很多优秀的电影,跟周星驰这样的人物也是齐名的。 她跟冰冰还有过一段故事,当时是合作了一部剧,才慢慢认识了,因为是合作伙伴的关系,接触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了。 在十年前,她还和她的妻子离婚了,原因竟是因为范冰冰,据说,她当时更喜欢冰冰,最爱于她已经结婚了。 为了追求她,她就质疑跟妻子离婚,因为妻子不同意,这件事情还闹了很久,慢慢地被大家曝光了。 一时间大家都觉得范冰冰是第三者,但都被当事人否认了,为了跟妻子能够顺利离婚,还给妻子两百万的分手费,就为了和冰冰在一起。 据演艺界的人说,冰冰和导演的事情大家都知道,只不过没有说破而已。 结婚这么多年的妻子都能抛弃,顿时她的形象就变得不好了。 现在的冰冰已经和大黑牛订婚了,也有了很好的归宿,希望她能够死心吧。 而现在王学姨已经70岁了,身体也变得不好了,身边也没个老伴陪着她,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,孩子还经常在外里工作。 如今过程这样,也是当初她自己做的事情。 如果她当初没有跟前妻离婚,现在还有个人在身边照顾她。 倒论 你 我 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